大家好,又到了吃马尺线的季节 我们这边也叫它马峰菜 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长寿菜 马尺线的吃法虽然很多 但是今天分享的这个做法 相信很多人都没试过 这些一共是200克新鲜的马尺线 用流水先冲洗两边 锅里的水烧喝以后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一下让油完全化开 然后把洗好的马尺线下过来焯水 大约半分钟就可以,不用太久 焯一下水可以去掉里面大量的草酸 还能让它的颜色更加鲜绿 然后全部捞出来 放到提前准备的凉水里 先把它完全泡凉 再用力挤一下水分放到按板上 把它们全部切成小段 感觉不够细腻的话 也可以像多肉馅一样剁一会儿 切好之后全部盛到一个大盆中 接着再加入500克普通面粉 用筷子搅一搅 让马尺线和面粉回合均匀 杯子里加入200毫升清水和5克酵母粉 搅一搅让酵母完全溶解 然后用这个酵母水来和面 一边加一边搅拌 把面搅成絮状之后 再开始下手揉面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揉的时候咱们可以一边抓一边揉 抓出马尺线里面的水分 像这样的面团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先把面发到两倍大 这些是提前清洗过的100克花生 放到空气炸锅里180度烤6-7分钟 没有空气炸锅的话也可以用锅炒一下 时间到了以后再把烤好的花生分次倒在酸臼里 以此不要加太多把它们敲成细腻的花生碎 这个过程真的是一种享受 满屋都是花生的香味 敲好以后全部盛到一个碗中备用 起锅加入50克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一小把花椒粒和小茴香 还有几个八角 提前切好的葱段姜片和一小把香菜 用小火把这些食材给炸一会儿 让它们的香味完全释放到油里 一直炸到葱段表面变成这种金黄色 用一个小罩里把食材给捞出来 热油倒在成花生碎的碗中 再加入适量的一条味儿 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还可以放一些辣椒油 现在咱们的面团已经发好了 按马上撒些干面粉把它转移过来 先揉一会儿拍一下里面的空气 然后整理成一个圆球 再用手压扁 接着用擀面杖 擀成一个大好的长形面片 擀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些粘连 可以在表面撒点干面粉 像这样的面皮就可以了 把刚才做的花生酱淋在表面 用一个勺子把它涂抹均匀 然后从下往上一层一层的把面皮叠起来 每叠一次都要轻轻的挨压几下 排出里面的空气 最后结尾的地方 用刷子磨上一层薄薄的清水 起到一个粘合作用 再把面皮给卷到头 用手整理一下 最后切成大小合适的段 每一段就是一个生胚 蒸锅里提心加水 摆好蒸臂和剔布 把分好的生胚一个个摆进来 不要挨得太紧 盖上盖子先别开火 二次醒发十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能看到生胚的体积 又变大了一些 这时候开火 上汽之后中火蒸15分钟 最后关火焖三分钟再开盖 哇真的是太香了 打开盖子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花生 和麻石馅的清香 一个个取出来就可以上周享用了 这种麻石馅的吃法 你一定没有试过吧 菜卷非常的蓬松 轩软 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都裹着香浓的花生酱 就算放凉再吃也非常轩软 喜欢的话 快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